看看新闻榜 上海 你的普通话很标准 普通人 普通人 好吧 我听说你会写毛笔字 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要去学毛笔字呢 要是那个老师说 长大我成了大学 要是练书法的话 我就一定能写字写得最好 一个人写字写得漂亮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成书法家 厉害 其实我很欣赏写字写得好的人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 都写字说实话不太好看 希望你够坚持好不好 你能做一个写毛笔字的动作 给我看吗 毛笔是怎么拿的 毛笔是这样子拿的 好 那个毛笔用什么做的 用毛做的 好 什么毛做的 不知道 好 那这个毛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 为什么一定是白色的 因为白色的毛彩像毛 你有彩色的毛吗 有啊 公鸡的羽毛 对啊 不是彩色的吗 那么的话 那彩色的公鸡的羽毛是毛吗 是的 所以你错错了 那么白色的毛的话 也有彩毛的 好吧 那既然已经是白色的毛 为什么还要蘸点墨汁呢 因为要是那个 没有墨汁的话就写不出来 这个墨汁怎么磨的呢 怎么 这个墨汁站一下就可以写吗 对啊 要不要磨一下的 就是要敲一敲 那个滴就不会滴到纸上去了 那要用毛笔敲一敲对不对 那什么叫燕台呢 是桌子啊 不是桌子啊 那你猜一猜什么叫燕台呢 就是有一个台子 你放在桌子上 然后把纸抬起来 那样子人就不会比在福的写字了 燕台就是把它抬起来 哦 高 好吧 那既然你那么聪明 我得考考你难一点的好不好 请问什么叫文房四报 文房四报 就是一个房子里面有四个报纸 哪四个报纸呢 上海的还有前山的还有普通的 还有那个外国的 哦 是这个意思啊 好吧 那这个房间里啊 还有一些猪丝马迹 什么叫猪丝马迹 就是四个猪 一匹马的迹 什么叫一匹马的迹呢 就是 就是马上面有一个横迹 马上面哪里有横迹呢 那就是 那就是刷子刷子印记 哦 你倒是蛮来塞的 好的 你真的很棒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 那么我再考你一个 严一点的问题好不好 什么叫好高骛远 就是很高很高的 你都要快到很有很远的类似 但是呢 他有时候啊 回答的问题啊 文不对题 就是文化 他不会答 然后就不对了 这句话早是答对了 哦 对啊 真的 对对对 但是 他这个孩子啊 真的是叫 绝顶聪明 什么叫绝顶聪明 就 哈哈哈哈 聪明 世界上最的最聪明的 就是 比世界上 地球人最聪明的 哦 那你听说过有一句话叫 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是什么意思 就是龟兔赛宝 就是乌龟 很很很坚强 就爬爬爬 最后爬到重点 兔子还在睡觉 一看乌龟已经到重点了 就赶快跑 然后乌龟就已经到重点了 他在那里等他 所以兔子就是骄傲 哦 乌龟就是 乌龟就是进步了 漂亮 厉害 那这些概念谁教你的 大家 哪个大家呀 就是 那我想问你啊 一般写毛笔子的人都是文人 那有一句话文人都应该明白的 叫 举头望明月 那这 这也是 举头望明月 低头失故乡嘛 我又失败了 那我再换一首好不好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床前明月光 你是地下商举头望明月 第一次 对对 等于我没说 那我再 再说一句好不好 好 临时想还真想不起来 那个 我问你一句 什么 我问你一句 你来问我 那完蛋了 完蛋了 你问我吧 开始 比你装作为处告 我真不知道 你接下来告诉我 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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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你一句 永留 他的名字叫永留 必须装作为树干 万条就压力稀靠 不知戏谁才出 二月春风 剪刀才 试剪刀 那为什么 二月春风 试剪刀呢 那个 那个锤柳 都是用剪刀来剪的 这个好像又不太嘎了 前面讲得蛮好的 二月的春风 是一阵 一阵风 对不对 为什么 似剪刀 打在脸上怎么样 疼贝 漂亮 我告诉你 从我们这个节目 走出去很多的艺术家 但是以后世人文学家 就你一个 以后出名的人 以后你出名之后 唯一想到的 要感谢的人是谁 是我自己 什么意思 你来到朝同天下 对不对 我们发掘了你的优点 对不对 好 你以后成为一个 伟大的诗人文学家 你最应该感谢的人是 谁啊 我问你啊 我觉得你真的很聪明 在你幸福当中 哪一个诗人是最有名的 李白 谁是李白啊 一个大诗人 他小时候很贪玩 然后呢 然后就是 他不写作业 就偷偷地出去跑玩 后来呢 后来有一个老婆婆 在磨 磨一根针 已经开始磨针了 用一个很粗很粗的棒子 磨针 磨花针 很粗很粗的什么棒 木头的 铁棒 铁棒 他在磨铁棒干嘛呢 磨铁棒 磨一个绣花针 这个铁棒有多大 这么大 绣花针一般有多大 这么大 这不是下耽误功夫吗 你觉得可以磨成针吗 要是功夫生 铁棒 铁棒 磨成绣花针 那么和李白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白见到这个婆婆了 后来呢 后来 后来李白知道了 回去就磨铁棒了 不是 回去 李白知道了 道理都从书上学来了 然后他就赶快跑回他家 他就去看书了 一边看书一边就是绣花了 不是 一边看书就学到知识了呀 漂亮 那这个故事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一个玩具 一个讲故事的兔子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诗 我也很喜欢 叫白居易 听到过吗 就是白 没有 李白和白居易有什么关系 一个叫两个字 一个叫三个字 李白是不是两个字呀 然后那个 那个 你刚才说的不是三个字吗 我刚才说的是谁呢 白 白绣花针 好吧 那个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错 而且很有文学的底蕴 有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 有 好 那请给朝同天下 写一首诗 朝同天下真漂亮 漂亮的我的哈哈笑 不错 原创的这个上脸和下脸 那么有什么话要送给我呢 朝同天下的叔叔真搞笑 这个叔叔是谁呀 金伟 那就 那送一副对脸给金伟 金伟 这个 金伟这个真搞笑 搞笑得我都好笑 反正有底脸的艺术家 都是把后缀全想好 把前缀改一下就行了 很高兴认识你 今天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说今天开始 我们节目播出去以后 全中国 包括我们北美洲 澳大利亚 都有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 大朋友都喜欢上你的 对不对 你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童星了 而且希望你 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对不对 回归到最后的主题 你最感谢的人应该是 谁呀 谁呀 谁 女啊 你说呢 感谢你干吗 你可以回家 出去 你要的欸 好吧 谢谢你多来 跟我再见 拜拜 如果有一天电梯停电了 我怎么下来呢 打梯子 打梯子 怎么样才能打梯子 打在外面 打在里面 搭在外面 我谢谢你啊 那我不敢了 因为我有恐慌症的 你今天穿得很帅 不知道是喝喜酒还是喜欢 你平时喝喜酒出去 参加别人的喜宴 也是这样打扮的吗 一定啊 所以这套衣服 以前穿过的是吧 新买的 到底是新买的还穿过的 这外面是新买的 新买的 新买的 好 高效涡轮增压发度机 搭载6速双离合变速器 五星期安全 十点八八万起 广汽菲亚特 如果你有这样的晚年 你早就得病了 让你期待 如果你有这样的儿女 你为什么容不下爷爷 你是畏惧 你把我也当成破烂了吗 还是乐观面对 常回家看看 刘涛 张朵 西美娟 刘笨 十一月十八日起 东方卫视 狼有所依 梦想剧场 由悲装奶茶领导者 香飘飘奶茶 独家冠名播出 玄冰夺主 篡位夺权 野心大 在手上画了个劳力士 弄凭风油精 挂脖子上说是祖母绿 可能就是觉得 我是个神经病 不吓得腿肚子都软了 风毛麟角 鹤立鸡群 站得高 越高的地方越固定 王妃不是离婚了吗 王妃离婚了 高处不生开 去多多 今晚八零号脱口秀 找到你的位置 总理 你也看看脱口秀嘛 今晚八零号脱口秀 由去多多 一定吃到豆 独家挂名播出 本宫今日真要好好养养 康师傅蜂蜜柚子 温润 清新 轻松养 身心样 康师傅蜂蜜柚子 还有蜂蜜酸枣哦 朝同天下 由新西兰原装原怪奶粉 培尔贝瑞 挂名播出 纯净的空气 纯净的雪山木场 一切纯净的 只为培尔贝瑞 新西兰原装原罐镜头 婴幼儿奶粉 纯净培尔贝瑞 梦想的力量 你我同在 你好 弟弟 你好 你好 你这样子还是上幼儿园吗 是的 厉害 那我断定你是你们幼儿园当中 最高的一个孩子是不是 是的 你吃什么长那么高呢 我什么都吃 什么都吃 那你有什么不吃吗 辣的东西 明白了 好 你是上海人对不对 对 所以辣的就很少吃 对 好 那什么都吃当中最喜欢 最最最喜欢吃什么 最喜欢吃什么 蛋炒饭 蛋炒饭 蛋炒饭里应该搁点什么东西 是最好吃的 蛋米饭 还有呢 菜 蛋炒饭里有菜的 没有 那么还应该加点什么呢 要不要加点午餐肉 午餐肉 那如果说这么一碗 一个碗 你一顿能吃几碗蛋炒饭 两碗 那真的是很厉害 那爸爸妈妈也是很高吗 好的 爸爸是运动员吗 他们俩 不是 你是你们家的独生子吗 不是 你还有弟弟妹妹 不是 是姐姐 还有姐姐 姐姐读小学几年级啊 不是读小学 是读大学 姐姐就念几岁了 大学嘛 不用问几岁了 女孩不能问年龄 她是在哪个大学念几年级 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不错 非常好的学校 那她是大一大二 还是大三大四呢 大三 大三了 我不懂 什么叫大三 我不 我也不知道 那你是随便跟我说 一个大三干嘛 我也不知道 大三是不是叫 一二元大三班 我是一二年大三班 那么她呢 我是大学 大三班 三年级 OK 所以你们俩都是大三 对不对 对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 长大以后做什么工作 建筑工程师 建筑工程师 厉害 那你要告诉我 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 什么才叫建筑工程师 就是搭房子 就建造 设计建筑房子 对不对 对 那你以后会设计 什么样的房子呢 高国大厦 和东方明珠之类的 那我想问你 如果设计了一个 九十九层高的楼 我们人怎么上去 乘电梯 乘电梯上去 好 那么有一天 电梯停电了 我怎么下来呢 走楼梯 那楼梯万一 你忘了设计了 怎么办呢 打梯子 打梯子 怎么样才能打梯子 打在外面 打在里面 打在外面 我谢谢你 那我不敢的 因为我有恐高症的 你一个人扶在底下 然后呢 然后扶在梯子 然后一个人 从上面爬下来 那亲爱的弟弟 要从九十九楼爬下来 那我身上 又没有一些 其他的保险的措施呢 有 什么样保险 你觉得是更好的呢 有三个人 一个拉着绳子 底下最好 再放一些弹性的东西 再把我弹回九十九楼 不是 那怎么样呢 软的东西 街主不会摔疼 OK 一般建筑师设计了电梯 一定会设计 楼梯 聪明 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楼梯 上几階要拐个弯呢 这是因为如果迟走的话 楼不能这么大 一大的话 很容易就没法走马路了 对哦 那么为什么这个楼梯 要这样这样上去 我为什么不可能 绕着这个建筑上去呢 绕着这个建筑上去的话 如果谁没有扶好的话 就容易摔到底下去的 直接就摔下去了 对 这是未来建筑师的想法 好吧 那你第一栋建筑的 未来的这个楼 你觉得是用于什么样的 这个需求呢 是住人还是酒店 还是办公用的 酒店 酒店 好 那么你觉得这个酒店 是几星级的应该 十星 十星级的 那我建议这个酒店 还比较十星比较好 十星级就算了 到目前为止只有六星级 不过到你这个年纪 可能又十星了 好 你好 请介绍一下自己 我家庄学业 今年五岁 五岁半 到底五岁还是五岁半 五岁半 你今天穿得很帅 不知道是喝喜酒 还是吵 吵 吵 你平时喝喜酒 出去 穿加别人的喜宴 也是这样打扮的吗 对的 所以这套衣服 以前穿过的是吗 新买的 到底是新买的 还穿过的 这外面是新买的 新买的 好 那么来我们节目 新买的衣服 不是浪费了吗 增加成本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花费太大了 谁花的钱呢 妈妈吧 你们家妈妈很有钱吗 去银行赚的 什么叫去银行赚的 去大华路银行赚的 我老是喷头水 那么妈妈是在 这个银行做事情的吗 不是 那不在银行做事情 为什么去大华路 那个银行可以挣钱呢 就是说我学家那边 OK 去银行每个人 都可以挣钱吗 怎么样才可以挣到钱呢 我不懂啊 要有卡的 要有卡的 刷一件 有钱了 那到底是取钱呢 还是挣钱呢 取吧 好吧好吧 那妈妈做什么工作呢 妈妈做 我也不做 在哪里上班呢 流川带路呗 爱好谢 什么 爱好谢流川带路 那爸爸呢 爸爸是澳门路 爸爸做什么 卖家具呗 就是销售家具的 对不对 我爸爸是老板 厉害 我告诉你啊 最近我就要搬家了 我现在就缺家具 怎么办呢 去澳门路店 找谁呢 澳门路大老板呗 我找哪个老板呢 找 我爸爸 比我爸爸厉害的也有 我找你爸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 可以白送吗 我可以拿着就走吗 要付钱的呀 为什么要付钱 都认识了 你还付什么钱呢 你说 还要付钱 你要不肯定一点 你有好几张一百吗 我没有好几张一百的 你有几张 我有十张十块的 十张的 嗯 要你去赚一百块钱呀 没有 最近手头紧 所以认识你之后 可以打个折吗 打折什么 就是比如说这套家具 是比如说一千块钱的 一千 一百块钱卖给我 可不可以呢 我 我是两万块钱的 那么贵呀 嗯 那我不要了 买不起 你就送我一套吧 好不好 那个 一个沙发就 一千块钱 那就我要一个沙发吧 好不好 沙发一千 沙发好像有 那么大的沙发 好几块钱了 哦 那你到底愿意给不给吗 嗯 你要有钱才 好吧 好吧 所以这个 生意人 有生意人的头脑 我们就这样 到时候给我打个折 意思意思 给个面子好不好 好 太棒了 好 你以后长大想做什么呢 科学家呗 你也想做科学家 嗯 就您这个样子 是科学家当中 最时髦的科学家了 时髦什么家 时髦就是 我也讲不清楚 反正就是时髦 你到底是想做老板的 还是做科学家的 慢点 我想做的做警察吧 又想做警察了 嗯 为什么又改了呢 我也有大 idea 警察是不能理 这样的头发 发型都不对的 我会把它弄乱的 那乱也不行 警察都很整齐的 平头啊 平头对啊 对啊对啊 平头 你愿意吗 嗯 至少要从仪表上 像个警察的样子 对不对 嗯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 可以做人可以做警察 呃 伟大的人 伟大的人好吧 看我看我一秒钟 看我一秒钟 变身毛毛虫 爬呀爬 扭扭 来到妈妈身边 笑一笑 宝贝 你这首荷糖月色 唱得真好听 可是 忍不住想问问 你的脚 躲得疼不疼呀 您好欢迎来的 本着我的最重要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史嘉诚 好 呃 这个眼睛很有特色 是一个框子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愿意做 这样的造型呢 这个头发也很酷 谁帮你弄的 我妈 你觉得自己喜欢 这个造型吗 喜欢 你觉得好在哪里 好的 这个造型很帅 很帅 哦 那么小朋友 为什么要那么帅呢 因为打扮得漂亮 就会选中我 为什么要选中你呢 选中你干嘛呢 选中我拍节目 哦 所以你今天很高兴 对不对 对 长大想做什么 长大想做个科学家 叫什么样的科学家 嗯 就可以 嗯 发明 写东西 你想发明什么呢 发明什么神奇的筷子 那么这个筷子 你发明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神奇呢 这个筷子 你手拿着它 它就会很快地吃饭 哦 那换句话说 你是不是现在吃饭很慢 不是 那为什么还要发明 快筷子呢 因为要 因为有的人吃得很慢 比如说 在你认识的人当中 谁是吃饭最慢的一个 嗯 我要要 要好的这小朋友 哦 你希望他们拿了 这个筷子怎么样 吃得快一点 OK 好 那你能告诉我在幼儿园当中 老师教你了什么样的本领 你是觉得最棒的 嗯 老师教我跳舞 还有唱歌 你会跳什么样的舞呢 街舞 你会跳街舞吗 嗯 我很喜欢看街舞 请起立跳一个 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好 要不要音乐 好 自己跳 预备开始 是 不错耶 机器人 对不对 好 不错 不错 表现非常好 谢谢你到来 再见 这里是东方卫视 潮同天下 再次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觉得意有为敬的话 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看看新闻网 那里有我们节目的重播 如果您觉得您家的孩子 也是潮同的话 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官方报名网站 那就是潮同.jagontv.cn 同时我们欢迎您登陆到 我们的潮同天下 和Pellberry的官方微博 进行互动 您家的孩子 有机会来到现场 和我进行聊天 那么同时您将获得的是 由Pellberry提供的精美礼物 我们今天的节目 全部结束了 再次谢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在这里要特别恭喜 以下几位小朋友了 你们进入到 东方卫视潮同天下 我们的官方微博 进行了互动 恭喜你们中奖 你们将获得 由Pellberry提供的 特别礼物 再次恭喜 慢慢抱起来好不好 一二 背抱好 好 然后我们来给你一块 特别棒的麦粉 谢谢我 拿这个就不拿 我给你 我怀疑小丽儿 偷咱们家的馒头 她没偷馒头 是偷你老婆 常回家看看唱得多好 你俩 你俩啊 那是王后跟太后 都给郭奶奶我住手 露得我来要离婚了 你满意了吧 你让她离啊 离啊 呸 这么大素人 你做什么呀你 你最近特作特作 你做死你 我是你妈 我们结婚了 假的 我绝不好 发俩你多顺 我就对你好多顺 你把我也当成破烂了吧 那是阿姨 真是的 你个从小善良可爱的孩子 去哪儿了 你天人 被我养死了 你天人 被我宠死了 你天人 丑王要杀儿啊 你就是这个意思 十五位孩子 还是琢磨他的话 能不能给我留点面 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们离婚 quarters annihila 我们离婚 WE recording你们� Его人 我们要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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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RATA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救了我妈和我爷爷 是你们让这个世界更温暖 谢谢 谢谢大家 梦想的力量 你我同在 非科剃剃剃刀 全方位浮动剃剃 三环弧面刀网 全身水洗 非科剃剃剃刀 嗓子干咳痛 一杯蔓延疏宁 缓解症状 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 是喝出来的 蔓延疏宁 上海一来美医疗美容医院 是从事整形美容的专科医院 电话5160-9999 重新定义高标转 世界名牌波斯灯 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 是从事整形美容的专科医院 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 暗调不精彩 欢乐搞起来 第五季斯科达野地 中国达人秀 十二月 目不来 中国达人秀 由斯科达汽车 硬派SUV Yeti野地 独家冠名播出 有姿色 更出色 中国达人秀 由思念玉汤园 联合赞助 2013韩红 我爱过在上海演唱会 11月30号 震撼登陆 梅塞德斯奔城文化中心 听中国梦之声导师韩红 用天类之声唱遍人间大爱 订票日线 02162702588 详情请群大卖网 我的移动照相馆 九个多月里 在35个城市 为1600多人拍摄了肖像 我说出了我的梦 然后亲手实现了它 梦想的力量 你我同在 环节多种感冒症状 新康代色牌 每铺尾麻片 旋麦烤香糖 今天的挑战是 一边搅旋麦烤香糖 一边弹吉他 弹那么容易到才能停哦 还在弹啊 根本停不下来 全新旋麦烤香糖 美味之久 酒到离谱 上海新世界 掩客一晚 电话 02152069999 全方位浮动T恤 非科T恤刀 旋麦烤香糖 今天挑战是 一边搅旋麦烤香糖 一边弹吉他 弹那么容易到才能停哦 还在弹啊 根本停不下来 全新旋麦烤香糖 美味之久 酒到离谱 梦想的力量 你我同在